是一個沒什麼人知道的感情事 應該是六、七、八、九年前 當時我跟了一個女生拍拖 其實沒什麼人知道 我非常喜歡這個女生,也很愛這個女生 但可能當時我很幼稚 經常覺得我以為是對的就是對的 即是要去控制一個女生 令到這個女生非常不開心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,我覺得當時是非常有問題 但當時的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經常覺得她每天都跟我說分手 我想說了三百四百次 但當時的情況我會覺得 一定是你的問題 不關我的事 但可能我的人大了,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原來對女生不是應該要這樣 即是不太自以為事 當時我可以說我非常自私 其實這個感情是令我學習了很多事情 對做人、對朋友、對感情會升級 到現在我跟這個女生做一個非常交心的好朋友 我也祝福她的婚姻生活都美滿 多謝